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一講 陀螺的最新消息 就是9月至1月的商品就流出來了 今天就來一個不專業的分析 今次這個資訊是來自這個非官方資訊站的 我先講一講有什麼商品 8月29日就出這一隻 第月著用時PR-QC- 這個就是WBBA Store限定 不是商品發售的 9月就出B172的Booster 10月就出B173的Booster 第22彈 就是平衡型 也是斷期陀螺獸之一的陀螺 B174就是對戰套裝 主角的陀螺會進化 11月就會出B175的Booster防禦型 就是對手的陀螺進化 我覺得這個對手就是阿蓮 即是用奧西法那個 12月就會出B176的Booster 第23彈 就是攻擊型陀螺做籤王 1月就會出一個B177的Booster 就是防禦型陀螺 也是其中一個傳奇陀螺手 用的陀螺來的 以下就是對我這些商品 是有一些個人的推出的 第一個推出就是 B172和B173是有機會 是勇士或者是巨神的 巨神和勇士一向都是平衡平衡型的 鳳獸勇格也有機會 在全球展現區登場 他們兩個都是傳奇陀螺手之一 之後我就來推測一下 勇士和巨神的配置 是怎樣的 好 另一個就是可能是1B 舊商品來的 原本是來自王者艷陽神 另外就是2B3B 都是新規零件 這兩個 之後俗心推出了幾個 之後我都推出勇士是有些能力的 第一件事就是它會保留多種模式的變化 之後我也覺得它是不會用全金屬劍的 就像GT這一隻 用塑膠劍 但這個塑膠劍也是很強大的攻擊力 也是超級厲害的 就算有都是剩下一個好少少的 之後再說巨神 有可能有的能力 我覺得它也是會保留多種模式的變化 和雙回轉 雙回轉是巨神特色 之後我覺得攻擊滑上面 就沒有什麼可能有漲膠 如果有就真的超級厲害 配上這個覺醒2D 再加上BR 就很屈肌 之後就是B174的對戰盤套裝 就是這兩隻陀螺進化 太陽神和艷陽神的進化 然後就是這個對戰盤 就是官方其中一條陀螺片 我遲些都會貼在內容簡介 這個盤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對戰套裝 這個盤只會有1、2、3個洞外出界 還有這裡有兩個有一個坑位的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位這些地方 我覺得都會用作加速用途的 稍後就會放一條對戰片 看看那些陀螺放在這個盤的動態 這個動態就是這樣 這個是更加難預測到對手的軌道是怎樣 這個盤是有點有趣的 這個盤 就是配落 我覺得會配落這個對戰套裝賣 好 回來了 我覺得它們都會配上兩個火花發射器 另外B175就是一個booster防御營 它就寫著對手陀螺進化 那連可能就是主角他們的敬敵 因為路西發源都是防御營 沒有西發到進化 那什麼樣子我都覺得很期待 然後就B176 random booster 23彈攻擊型陀螺 有可能是新陀螺或者聖劍死神的進化 在漫畫裡面 黑神大藍紅翠艷自體 都是傳奇陀螺手 那之前敵特的那個惡龍都在超王抽包外 那它動畫就暫時沒有回來的消息 那將會在這個漫畫登場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能在這兩個陀螺進化 或者是其他新陀螺 B177 booster是防御營陀螺 亦都是傳奇陀螺手之一的陀螺 那我覺得是用回漫畫的陀螺 有可能是飛龍、凤凰 或者是創世的進化 因為小智協屋阿輝夾溫無力 在漫畫中是做傳奇陀螺手的 那AM底 就是AT的金屬彈 我覺得是有機會在這裏登場的 AT就是一個有波的底 可以360度回轉 爆裂創世 它都是送回0YM底 即是金屬底 YR金屬彈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會送ATM底 或者可能是新的防御型底 或者是新的金屬彈底 好了,這條影片就結束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COS 留言就可以看看 如果我哪裏說得不好 或者其他意見都可以留言 喜歡我這條影片就like 還有按訂閱 還有記得喜歡的話都可以分享給朋友 好,多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即是你可以看到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就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有些什麼意見或者問題 歡迎在討論區那裏留言 有空的話都可以去我的頻道去看其他影片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有時間可以去IG追蹤我 亦都有意義去Facebook專頁給一個讚 好了,我是卡比,我們下條影片見 1 2 3 3 4